这就是街舞第六季,黄渤作为飞行嘉宾惊喜现身 这次的48强毛巾争夺的水准瞬间提升 果然有一套的街舞高炮,一出来就很懂得搞气氛 街舞第六季开播,无论是热度还是关注度 哪怕不负曾经,还是不低,哪怕清汤刮刮水 曾经的底盘还是在的 喜欢街舞的人,哪怕是小众运动 依旧还有不少人在关注这次黄渤的回归 自然是懂得制造话题的 参与录制两期,却时刻都不会停止提及一个人 那就是王一博 是的,从开始到来,就说他的到来是代表了惊叹号 这就是街舞电影热烈的舞团惊叹号 自然提及的人就是陈硕,这次王一博没有来 但是他的教练来了,还是很有自己的依靠风格 秉承着对街舞的尊重 在选人的时候也会留有余地 王一博哪怕不出现,街舞这里处处都有他的身影 无论是舞者还是节目组都在有意无意之间提及 毕竟这里有着太多的回忆穿插其中 更没有想到的是,这次黄渤居然又来是搞事情了 直接给王一博打电话 说看到亚运会舞者表现这么好,明年的法国街舞 这么多的舞者大神 是不是需要组建一支明星们之队来推广一下街舞 果然是街舞老炮,提及谁都不好用 不如直接喊话王一博,这样总会有人来的 的确如此,这次黄渤把昔日的几位街舞大神都邀请过来 其中大部分的人都是王一博的一波王炸战队里的 其中我们的杨凯,布布等人都来了 在battle的时候,布布一出来,现场的舞者就摇头 这要怎么比王一博的布布来了 王一博带出圈的不单只有街舞 还有舞者多少人因为王一博的喜欢 开始认识了这么多的街舞大神 其中他喜欢的布布就是其中出圈的一位 这就是彼此成就,哪怕你不在,我依旧不离不弃 布布对王一博的态度向来都是赞不绝口 说的都很真诚,肯定了王一博对国内街舞的付出 让年轻人开始学习街舞,特别的是青少年的参与 助力了这项运动的推广 心心相惜,彼此成就,这次黄渤喊话王一博 组建一支明星们之队,明年就是法国街舞比赛 我们想王一博自然会参与其中,好期待 我是小肥妖,吹捧王一博从不来需 剑舞是他的领地 第六季剑舞,这么多人都在等待王一博的回归 总决赛的舞台,现场直播,想想都开心 尖叫之夜落幕,王一博马不停蹄地回到北京 没想到余温未了,什么流量的更新换代 什么绿海艺人,什么王一博的穿搭 各种的话题继续发力 可惜的是,这么多人还在讨论的时候 我们的王一博早就奔赴下一场盛宴 他没有时间继续陪你玩,无论是排面还是咖位 没有任何的可比性 流水的流量年年有 大爆之人,未来的娱乐圈不会再有 天时地利人和出来的人,岂会轻易对标呢 哎呀,小肥妖岂会如此的傲娇 我们向来低调,主推一个货真价实 各位还是不要来比,我们波波不走机场 走的是口岸,要的就是随心所欲,不被打扰 好了,年底的快乐是颇天的一波接一波 都说王一博时隔一周会更新动态 这次居然没有,因为忙着尖叫之夜 更是匆忙赶回北京继续人鱼的拍摄 哪里有时间跟你闲扯 如果尖叫之夜还有点意犹未尽的话 紧接着,下一场盛宴即将来袭 那就是王一博会参加GQ顺典将会在12月初举行 红毯秀自然是我们王一博的领地 这次全套戏的香奈儿可谓是大杀四方 有点贵倒架的节奏,香家宠儿从来不是浪得虚名 从头到脚,香家拿出的是陈毅 随意穿搭,只要王一博喜欢,从不吝啬 这次的水洗蓝牛仔裤 多少人说也就王一博能够穿 换坐别人估计会翻车这种宽松的程度 一般人都容易出现头重脚轻的穿搭效果 要知道王一博118斤,182的身高 肩宽细腰大长腿 九头身比例,这种身材天生的衣架子 自带清冷的气质,穿衣的风格,街头加运动休闲风 王一博的风格独树一致 没办法,时尚圈都颤抖的男人 香奈儿选人,向来都有自己的风格 人家主推一个与众不同,有着鲜明的标签 好了,一场室演下,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众生像 有人忙着社交,有人被宠扎 有人忙着制造话题来提升,反观王一博,低调谦虚 会回真我和认识的人打招呼 和前辈问候被尖叫声包裹,人却越来越腼腆 下一场盛宴那就是更会制造话题的智族盛典 去年王一博携手成尔导演开启了无名的宣传 就是通过GQ封面参加智族盛典开始 这次我们的人鱼还在拍摄 无论人鱼去到哪里都会成为金鱼 因为这里有王一博自带光芒